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结婚18年了 刚开始是相亲认识的 彼此也不太了解 结婚后我发现我们两个的性格真是天差地别 他这人大大咧咧 邋里邋遢 还不爱做家务 家里的所有事都是我想着 我们到现在还有两个孩子 我觉得压力很大 可他对未来一点规划都没有 真的让我很心累 他这个人啊 就是心眼太小 想得太多 做事也是默默唧唧的 天天就知道唠叨我 像个小媳妇一样 他耸说我盲目乐观 不像难道天天要哭啊 现在日子也是越过越好了 真不明白他在愁什么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李先生四十岁来自河北个体 刘女士四十二岁来自河北个体 有请两位 有请 主持人好 各位老师好 十八年了是吧 对对对 漫长的十八年啊 有娃吗 老大是今年十六了 老二今年十三 可以啊 为啥来啊 矛盾太多了 就是说让他改一改 他这个天天就是唠里唠叨的 你知道不 做事也是磨磨叽叽的 整天回到家以后 就是给你黑着个脸 你知道吧 就是在家里就完全没有一点笑不一样 所以说我真的想让他改一改这个 李先生这样啊 你承认他说的是对的吗 不对 你这个性格也是大大咧咧的 马马虎虎的我才唠叨你 他性格大大咧咧怎么大大咧咧啊 你看我干过一个店 跑在店里 我在别的地方上班 然后发公司了 有一天中午我去店里 找班吃饭嘛 是吧 这个钱我说晚上回家的时候存在银行 先放到店里吧 放到柜台以后 然后下午我就出去了 晚上回来以后 他说钱丢了 我以为他给我开玩笑了 结果真丢了 这跟没事人一样 他就是把钱放到抽屉里了 我们不是开玩具店吗 一会儿一个顾客 一会儿一个顾客 然后你来顾客了 是不是我得照应生意啊 是不是 那天我印象当中吧 就是有两个妇女 就是有她是在外边开东西 我那个在里边要车子 又要让我给她打气啊 又让我擦拭上面那个储处 后来我才发现 这个女的啊 就是在我这个会台那儿 一直在那徘徊 咱当时没有多想是吧 我一直在那卖货干啥的了 结果到晚上以后 她来了说 咱那个抽屉里钱 我来我去存起来 我说行你拿吧 结果她一拿不要紧 三千多块钱没有了 她当时发现完以后 我一看钱没有了 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咱们小日子又不是说 那个大家大业的是吧 我也是很着急的呀 那我腿都下软了呀 三千多块钱呢 是不是 而且我 我两眼都发黑了当时 你知道吧 完全就是梦圈的感觉了 哎呀三千多块钱 你想想买多少东西 买大电动车什么的 结果她回来以后 她就开始一直叨叨我 你说我当时那样的心情啊 你说你叨叨什么 你不应该安慰我吗 就是 是不是 是不是吓到没有啊 是不是 她不 她就给我叨叨 然后就说 你看看你 马大虎虎 你不把钱管好 咱开点是为啥 不是为了挣钱吗 一直给你叨叨叨叨叨叨 她回到家里以后 吃完饭还要继续刷手机 也不是解释 你今天的事是吧 你说出来是吧 不是都丢了吗 那有什么可说的呀 你说 我越是到那个时候 主持人你知道不 我不管花了什么样的事保救 我该吃吃该喝 该睡睡 我跟你说 你是成大事的人 你这心理素质特别地好 其实也不是那样的 但是说你 不是 这是对的 对 你困难你不得睡 你饿不吃嘛 既然已经发生这件事了 你就再上仇 你再难过 那你那钱 也没劲儿给你送回来呀 对呀 是不是 我觉得你这 但就这件事 你都不知道 她在家天天给我叨叨 天天就 我戴完 对 我戴完 你的车子怎么丢的 戴完送了一点点 就是没有那个头脑的事 完了她就给她 把这件事给我掺扯去 主持人 她丢过车子 印象你问她怎么丢的 手机 车 你就说 啥车 就私行车 就那回嘛 就是不是店 我开店完了以后 我从我家到我店 大概就是一千多米的 这样一个距离 然后我早晨呢 就是说 我骑着车子去店里了 到晚上了 就是我拿上手机 戴上耳机 是吧 然后我就听着歌 我对对对 步行走了 然后到第二天嘛 我就想着骑着车子 又回到店里的时候 我一想 我车子要往门市了 那我又不行过去了 是吧 我不行过去以后 发现我车子丢了 这我也不是故意的 那音箱你说怎么回事 它有音箱吗 它有音箱吗 天天你就把这件事 都给我挂碎一下 你当机是丢了 有人用了 你到现在也不说清 就是音箱嘛 就是说 你看我不是开玩具店吗 我就想着 每天就把音箱 放到那个花池那儿 咱们听着歌 然后呢 就是说有点氛围嘛 听着听着吧 它就是没有电了 自己就不唱了 然后我在屋里嘛 就是又看电视 看电影啊 刷手机啊 我都没心子那个 然后到晚上呢 我就还跟以前一样 就是关了门 我就走了 到第二天 我想听歌的时候 一发现我音箱 昨天没有拿 你说你这样的事 你就不要糟糕了 还有手机 一年内丢过三个手机 是不是 你丢过一个手机 后两个手机又丢了 你说你 你说长性 你说我说了它 怎么了 怎么了 我丢了换心行不行 是故意的吧手机 不是 一年内丢三个手机 除了想换心 我们没有其他的解释 不是不是 主持人不是这样子 你想吧 咱们的手机 也不是说都是好几千买 对对 也是在店里一忙活 哎呀 一回家二天来 手机没了 再买一个 就是说你看 然后我正在玩手机的时候 是不是来顾客了 来顾客了 然后人家说 要我上面那个 大遥控车 你搬车 对 你看他要遥控车 你车下来了 我得立个凳子 对对对 然后我手机 我随手咔这一放 然后我就给他拿下来 我说你要是要这个 我就给你试一试 我就给他扒开以后 又放电池又这呢 你说谁还想手机的事呢 我这一迈去 后来我什么都不想的 对对对 我理解 后来手机呢 就是一会儿来顾客 一会儿来顾客的 都没考虑那个 但后来我就说 没有顾客了 我得拿起手机来玩手机 是吧 结果我想我手机放哪了 我找不着了 确实找不着了 然后我就是借那个邻居 一个手机给我打个电话吧 我想打个电话 我看我手机到底在哪 结果一打手机 您所不得的电话 三十五瓦接通 这会完了 我说这会完了 肯定我说刚来那几辆顾客 没准谁给我顺手捋走了 你丢过一个手机来 就应该长尽兴 你来手快有救护 行了 你个男人 就别叨叨了 我问你 你为什么不心疼 卖货那么辛苦 盘那么高 搬了个电瓶车下来 你心疼不心疼 天天抱怨 你看店去啊 我觉得你老婆性格挺好的 多好啊 是吧 你说他有毕业那个叨叨吗 确实没必要 确实没必要 天天就抓住这几个店 过去了就过去了是吧 过去了就过去了 对 您家在哪开的店呢 行踩 我们能记一下那地方吗 我们换手机啊 需要银箱什么时候 咱去吧 好可爱 还有他自己开的车 每次出去都有刮伤 刮蹭 对 刮蹭 前后轮 人没事吧 人没事吧 前后杠 都是人没事吧 你看 老师主持人 你还会问我人没事吧 我跟你说 你要是说这个车 我都不生劲你知道吗 说你这车我就更生气了 他把车看得散乎 都比我还要散乎 每回我要是开车出去 到回来以后 人家都得锁看上看 下看右看你知道吧 就得看看你 哪有没有刮蹭 哪有没有坑蹭 我什么时候向你做的 从来都不会说看看我 这个 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他看你就这么一眼嘛 他也不能围着你转啊 对吧 围着你转 你看他我有没有受伤啊 对对对 好 对对 你就是把车转了 你也没事 因为我坐他 我本来不运车 我本来不运车 我只要坐他车 就犯处了 好 好 好 你们夫妻俩 这日子过得真的挺好 总是几刹车 你可五六十卖的车 谁也给你死刹车 哎呀 你这正常 你老太太 就那一回 就是为什么他这样 就那一回我开车 我回老家了 我们家是村里 然后我们要在镇上 给我妈买点东西是吧 然后我就把我车往那一停 然后我就去商店里 买东西了嘛 买完回来以后 我一看我那车门上 动动就坑了两个大坑 你说别人坑的我 谁坑的我都不知道 但是回来这家伙 就劈头盖脸的 就这么说我 你说这能怨我吗 就你那习惯 你哪有空上哪算你 你肯定是爱人家的事来的 我爱 我肯定倒停的时候 我得停在一个空位的地方 是不是 主持人 行吧 他天天就不说闹到我 挑我毛病是不 然后你都不知道 他有多么那个小心眼呢 他还小心眼 对 就有一回 我莫名其妙 就回到家以后 他就给我黑这个脸 不理我 就那一回不理我 就持续了两三天 我的天哪 不说话呀 对 就当我是空气 我受不了这种冷战 打回来我才发现 就因为我 给我店里的顾客 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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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顾客还是女顾客 男的 你那人笑吗 笑了 对 你那人笑啊 你那喊了一个大哥 喊亲 怎么称呼人的是 你说现在这个年代 是不 这不很正常吗 人岁数稍大点 喊了一个大哥 喊了一个亲 这不很正常吗 还乐情招待吗 你们家那小店 应该买得挺好的吧 还行 你看 这绝对是一个 对 绝对没问题 就是这么多年 我都从来没有 跟顾客之间 发生过任何口角 就这 就吃醋了 就吃醋了 你何止是顾客 你同学 你怎么聊聊 我看你的微信记录 我跟你说主持人 他现在没说同学 我还不生气 他现在说同学 我更生气了 我跟你说 你生得起来气吗 我老觉得你生气 都是笑呵呵的 我其实真的特别生气 我就是在你这儿 不好意思 因为你一直对我笑嘛 我要 对 回敬意 我不能跟你笑了 我回家 我媳妇也该修理我了 你怎么跟人家笑啊 对 就是这个同学 真的我也是 说同学 说同学 说起同学以后 我真的更生气 怎么了 就是我同学 就是说男同学 给我发消息说 到时候咱们聚聚会 我说可以啊 这么多年没见了 结果人家 就是看到我这条信息了 哎呀 死活不让你去 我跟他说了 有男的 有女的 不行 就是死活就是不让你去 说啥不行 有男的 有 一个男同学 也不认识 有女的 对 是你自己 不是 你是这么小的吗兄弟 不是 你看看 小心眼子啊 是吧 去没去 去没去 去了 去了 如果能不去吗 这么多年没见面了 几个男同学来着 好几个 几个女同学来着 也五六个呢 哎 就是 你这不多正常啊 是不是 对对对 不让我去 然后我肯定去了呀 去了去了 毫无路由邀请了 完了以后 咱们说不去那 我不可能 然后我去了 结果去了以后 到后来我同学发现 他竟然在后面跟踪我 说啥也不信 人家就在后面跟踪我 去那一看啊 有男同学 有女同学 这结果才放心了 你说到后来 我同学跟我说 你说我多丢脸 我多没面子 他也因为在乎他 你多好 你幸福夫妻嘛 行 听话 你同学都看见他了 对呀 到后来都知道了 白教 你看谁谁谁 那个谁的老公 跟踪他 怎么知道的 没接来喝两杯吗 没有 人家跟踪我 他能光明等他过来吗 好 到后来我就说他 我说你 你让我在同学面前 丢尽颜面 丢脸不丢脸 不是 你同学 应该特羡慕你 我感觉我脸上没面子 我就感觉他不放心我 这什么意思 是不是 他同学聚会以后 回来就开始变臭美 每天他回来就是化妆 以前你也不化妆 自从这个同学聚会以后 就天天化妆 是吧 微信上聊天 那不很正常吗 是不是 没有很最说道 那谁不化个妆 爱个美 这不很正常吗 不是 它不正常在于 同学聚会之后 之后 之前为什么不化 之前你还在想呀 你想想还在想 你整天给他们做饭呀 接他们上下学呀 是不是 哪有够化妆 你刚化完妆 你回来又要缩饭什么的 这那的 是不是 那为什么聊天呢 好不容易联系一下嘛 联系一下你肯定是要说实话的 我感觉这太正常不过了呀 然后还去那个美龙养生店 塑料店 那材料店还充卡 那充几天 这充几天 别人都是这样 你可以问问 是不是老师们 谁不去那办个卡 说什么缩个脸 什么缩个身体 这不很正常吗 再说我嫁给你这么多年 是不是 还在小的时候 我都没出去过 那家伙还在长大了 你还不让我出去消费一下呗 我感觉这很正常呀 我跟你买过金箱链 什么呀 你还是说你不了解我呀 我能喜欢那个东西吗 是不是 我喜欢想象生活 万乐的同学会啊 老婆学会花钱了是吧 行吧 就四同那以后啊 就他说我办卡 他就万乐的财政大权 给我夺走了 让我花钱 现在你管钱了 对 当时结婚的是什么日子呢 外面欠着外债 后来经过我们努力 那一点点变好了 有老人现在养老钱 孩子那补习班 哪不花钱 行 你管什么大家大业了 像你这样扫子呢行 收回去了没有 是不是你收回去了 结果收回去以后 主持人你都不知道 每次给我知道不 给我二百块钱 你说就现在的这个生活 是不是啊 咱就说买点菜 买点水果 你去个超市 你也不够啊 是不是啊 但是人家只给你二百块钱 我说有点少 完了人家直接 这次他给我加五十 那我一想 这是多少钱 二百加五十 是不是等于二百五啊 是不是在骂雷 我大使也没想这么多 我就是随手给你一转 你说不够我就给你一转 但是你是不是就给我 转那些钱 而且他还有一点就是说 你给我转那些钱 不要紧 我只要不跟他要钱 他从来不会主动给我转钱 你说谁愿意过那首行潮上 他天天给你要钱呢 又不会主动转 结果就有一回 然后我们同学来到我们市里这边了 你想吗 我不得请人家吃个饭吗 结果请人家吃饭的时候 我说我赶紧去柜台结账 别到时候让人家给我抢了仙 我去那结账的时候 结果余味不足 花二百多块钱 我手机里竟然不到五十多块钱了 那结果我得赶紧给我打算了 我说老公你赶紧给我转钱 我钱不够了在外面吃饭 不回我 等半天不回 打电话 那个电话就是那种无法接通 咋也不接 我跟你说 你没电了手机 你不知道啊 大后来呢 我同学一看我 在那立着 简直不过来 是啥情况啊什么的 你也就赶紧过来 把钱给接了 把我领过去 你说我尴尬不 要是当时有个地方 我跟你说我直接算进去了 丢死人家我都 你说这些事 要是这么笑嘻嘻地说出来 你就觉得渴了 你要是板着脸一说 你觉得那生活都 痛苦都不行了 你能不能不板脸啊 你老婆性格多好啊 这个人 这个关系 辣辣辣辣 他马马虎虎的 我 你咋看他啥都不顺眼 但是我跟你说 主持人 就他 他不是光说我乱花钱吗 还说我那张 就他那回 他也乱花钱 二月十四号 当时给我买一大树花 我一看他玩也不便宜 怎么着得花一二百块钱 我说你花这钱干啥呀 是不是 有那必要吗 我说你还不如给我买个猪蹄吃呢 一点都不实惠 几天就念罢了 平时买吃的 你说不浪漫是吧 然后我跟你买花 你有说要吃猪蹄 你别那么实在好吧 你轻松一点好不好 你老婆明显是在夸你 对他好嘛 没啥矛盾啊 他就那一点也不解风情 被他破了一瓶瓶水 你说你这浑身毛病 你说我怎么说你 怎么着也不对 那你还是不了解我呀 邋里邋遢的每天一天 他咋邋遢呀 那我怎么邋遢了 就那店里 你看那店里一天 那个垃圾也不收拾 顾客带孩子去 一些那个零食渣渣 也不收拾 你自己吃的那水果皮 到处都是瓜子皮 你别在这夸张了 有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那么夸张 你想想我每天 一会儿来顾客 一会儿来顾客 我哪有空收拾啊 那顾客走了 也不会收拾啊 顾客走了 我多累了 我不得坐下歇会儿 不是 店里的事就别管了 家里收拾的好不好吧 他家里也是垃圾一堆 一进家满地的时候垃圾 家里也是垃圾啊 我不是这样 你家里的鞋子 你就是在客厅走一圈 就像喘迷宫一样 到处都是鞋子 沙发上的衣服 我想缩一下 我得搬动一下 挪一下身 确定那是你的家 对 那你在干嘛 我也是每天工作 我上班我比他还累 他起码在店 他是坐着卖货 我那时候因为是个劳力货 是不是 咱主持人都说了 你在干啥 你就在这儿叨叨我 你就是你叨叨的功夫 你直接收拾不得了嘛 还有一次洗衣服 我就去阳台去洗烟了 我无意中把那个洗衣机打开了 那衣服还在里边的 那他三天前洗的 就放没了 就因为这一回事 他天天叨叨我 天天叨叨我 还有你餐桌 你餐桌上 你那碗收拾过吗 也不收拾 还有一个视频在厨房上 你让导演放一下 就看看你那个视频 还有取证的 来看看 这是八点 八点回来吃的饭 这是十点半左右 这是我整个人账 你什么时候拍的视频 对 我也是就是打完电话 我就是随手拿着手机 拍视频的时候 你给我收拾 你收拾干净在拍呀 不是他就是为了照查取证的呀 什么意思 你拍视频的时候 都已经可以收拾完了 你有那功夫拍视频 我就是去进去收拾 我再随手照扰一下 你弹在船上看手机 我累一天了 我做饭 那孩子和他吃饭 吃完饭你说我得多累 我不得赶紧歇会儿去吗 你收拾不就行了吗 是不是 哎呀你还给我拍视频在那 太不厚道 我跟你说主任 你就听半天了 是不是你就发现 他天天就挑我毛病 他眼中的我就是 浑身就缺点 我跟你说他也是有缺点 他这个人磨磨叽叽的 你知道干点事 半个多小时 他都给你出不了门 我穿上衣裳 我戴上帽子戴上口罩 我就在门口等着他 那家伙就在等着吧 你就 叫他出不来 他在干嘛 特别磨叽 我出门之前 我反正得换个衣服 我洗洗脸洗洗头 那现在你也起来以后 配个外套你就走 他不洗树的吗 你老婆 不洗 不洗脸 我洗得比较快 洗过吗 我没见你洗过脸 你就会看我是 现不双样不洗脸的人吗 就他这个人特别磨叽 完了以后有一次 耽误了大事 老板 什么大事 我朋友家那孩子结婚 提前告诉我了 说到时候你来给我帮帮忙 然后引领一下客人 我说没问题 我说那我几点过来 他说你十点来 中午过来就行 我回家我其实跟他说了 你知道吧 到这一天 我说赶紧起来 我说我要去帮忙 哎 结果人家就是 给你磨磨叽叽 你慢慢吞吞 家伙起床再起半天 起不来了以后 还得喝口水 喝口水了以后 才慢慢又再去到卫生间 那然后去完了以后 又洗头又洗脸 他得要给你拍点水 抹点油 紧着就给你出不来 出来完以后又找衣服 穿哪个了 色真了 色浅了 然后又给你找裤子 肥了瘦了 就给你各种的搭配在那儿 吃完那个事那个 就是一动给你弄 嗯 好不容易就穿上衣裳了 穿鞋 穿鞋的时候给你 光擦鞋都给你擦十好几分钟 这才算出门 结果出门走到那人那儿 都十一点半了 你说耽误我事不 我明明答应人家 十点去帮忙 结果人家我们走到那儿 那你提前说呀 我就打算说十一点半到那儿 我所以说不着急 我提前跟你说了 你只是就是没听我说话 我每回说啥 他都忽略我 都敢是忽略我这个话 你又没有觉得 你今天有点忽略我 我没有 你能不能给我一些机会提提问 说吧 可以哈 你们俩结婚的时候 是谁追的谁 我们俩谁没追谁 就是父母一撮合 对 就是亲戚介绍 你觉得你们俩 这个结婚之后 谁更爱谁 我感觉 我挺爱他了其实 那你觉得你爱他吗 我也爱他 你确定他爱你吗 我现在都不肯确定他爱不爱我了 从什么时候看 他不忽略我的感受 他天天都叨叨我 叨叨了我心烦意乱的 好好好 你说我怎么能感受你对我的爱 浑身找我毛病啊 你这麻麻糊糊 我也很烦你 好好好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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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平常在家里也这样吗 要不每天犯错 我都说了 想我唠叨 就这样 行 你也和我把嘴闭上就行了 是吧 对 少唠叨一点 发生过的事情就发生了 都过去了 是是 你叨叨那有什么用 人生向前看 对 听明白了 还有别的要投诉的吗 没有了 没了 劝劝他吧 对 我得劝劝你兄弟 什么音箱啊 什么手机啊 什么自行车啊 是不是身外之物 是 老婆重要还是那些东西重要 对 老婆重要 所以那个东西丢了不可怕 对吧 要把老婆弄丢了可怕不可怕 对 可怕 就是要把家收拾得特别干净 老婆没了 是要乱的家还是要老婆 要老婆 确定吗 确定 特别确定啊 对 好 行了 这次感受到爱了吧 那不行 那你得让老师好好说说他 你这样答应好好 回家他又反悔怎么办 又给我叨叨我怎么办 老师你说是不是 你能稍微的 我好不容易我做非 你能稍微在意一下我的感受吗 能 那行 对 不就让老师们说吗 对 那你们就说呗 对 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两位好 你好 老师 两位好 老师 太有趣了 我要是你老公 我也得唠叨你 我不是说呗 你还有一份 我是你老公 我不信 你串点 你 你 你们 我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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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相亲相爱带着两个娃 家里互相这个四口之家 这支撑的挺好的 这不娃也长大了吗 十六的孩子 他有了很多自己独立的意识吗 所以你们夫妻俩 就空出很多时间了 那就开始你看我 我看你了呗 对吧 你觉得我喉喉叽叽 洗个脸半天 他觉得你参加个同学会 开始描眉画眼了 其实以前对对方都没有那么多的关注度 不是不相爱啊 是因为我们家庭的琐事太多了 其实现在正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候啊 四十出头 还很年轻 孩子大了 我觉得正是你们应该进入 我们婚姻和情感的第二个高潮的阶段 可以再谈一次恋爱了 再热烈一把了 所以我得说 女士你就是不解风情 人家送你玫瑰花 你不得高举双手说 看我老公多浪漫 还得拍个朋友圈发给大家 对不对 这日子不就越过越红祸 把一些细索的小矛盾就化解了吗 说实话 你这大大咧咧性格 我也很大大咧咧 就我也爱丢三落四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慢慢过日子发现 有些事情还是要谨慎 还是要细心 而且你丢一次丢了次 他毕竟是财物 是家里的财产 丢了谁也不开心 那我们多操一点心 让老公也为你少操一点心 这不是好事吗 先生也一样 学学白老师教的那个方法 忍不住想用唠叨的方式 爱他的时候 你就抱抱他 你就多陪陪他 夸夸他 他就不嫌你唠叨了 生活其实有时候 还需要一些小方法 他送花 你没有送人东西吗 你不对啊 你光热热闹到化妆 装见同学了 你就不能穿个好看衣服 送个礼物给老公 美美地过个节吗 一定要珍惜你们身后的情意 把这个甜甜蜜蜜的爱情 再经营起来 祝福你们啊 谢谢 好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张女士 我特别希望你能够写一首诗 你写了吗 那你构思一下 我先让帮帮团的老师发言 好 来 我们听听广电 帮帮团的老师们怎么看 我这一次的发言太急迫了 因为女士 你承包了我一整年的笑点 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肢体语言 你的语言这种表达 你自带笑点 其实你们两个在一起 非常好的一对反差萌 其实你们之间 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矛盾 说一说 说破了就好了 我觉得女嘉宾特别可爱啊 你上场了三分钟之后 我就想起了一个词 叫中年少女 我觉得你特别贴切 而且你今天上场的时候呢 穿着了一个粉色的运动裤 我前两天啊 想买一套运动服 其实我看上了那套粉色的 但我觉得 哎呀 毕竟这个年龄了嘛 我还想装得稍微稳重一些啊 所以我在粉色和蓝色之间纠结 我就下单了那套蓝色 但今天看见你 我刚才趁空闲 已经把那粉色的再次下单了 我觉得你特别可爱 好 谢谢老师 您其实那绿衣服也挺脆的 挺限量的 来来来 赵山老师 就像曹丕一样 比我七步成师啊 一点准备没有 您只走了三步啊 您可比他厉害 走不动了 直接送一首打油诗吧 好 一对欢喜冤家 笑声带给大家 男士化身侦探 只因内心爱他 女士自带笑点 中题胜过鲜花 两位戏虚相守 四口幸福之家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好厉害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 会生活选广变 真情六十秒 我也知道你这么多年吧 就是为这个家付出很多 然后各方面你也都是 担待我吧 但是我确实真的是 不希望再听到你唠唠叨叨的 就发生事了 然后咱们就解决 解决完了 就不要再提了 然后下次就是说 再说话的时候 不要说你每次都这样 不要说这句话了 好不好 然后以后要出个门的时候 就是尽量咱 利利索索的 别磨磨叽叽的了 受不了 真受不了 心情有点崩溃 以后你也 这个马马虎虎 是吧 大大咧咧的也要改一改 现在关于两个孩子 又你我感觉像三个孩子一样 类似了都 你还有说我磨叽 每次出门 你总是忘了钥匙 我就是害怕忘了钥匙了 是不是 总之你就是让我操心 回吧 两位 谢谢你们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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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游酷视频 腾讯视频 搜附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 抱抱抱抱抱抱快快 来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谢谢两位给我们带来的幸福分享 谢谢你们 谢谢老师们 谢谢老师 还是住这一家四口幸福的生活 来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之前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我之前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所以对待感情比较谨慎 但是她现在却总逼着我结婚 让我压力很大 我俩在一起以后 她的顾虑太多了 我努力为她付出 但是她却一点不领情 我真的很安心 她虽然都四十岁了 但是心智很不成熟 做事情太冲动 从来不考虑后果 我真的快接受不了了 我对她是真心的 也在努力包容她 但是她却总挑我的毛病 我真的很委屈 有请这对嘉宾有请 关先生四十岁 来自黑龙江 快递公司职员 王女士四十岁 来自吉林 电子工厂工人 欢迎两位 欢迎 主持人好 好好好 你们俩什么关系 我们现在是恋人关系 现在是恋人关系 对 以前是 以前是同事关系 未来是 现在矛盾没有解决 未来不太好说 未来不太好说 今天是看未来的是吧 怎么从同事 变成恋人的呀 当时我们是在 那个快递公司嘛 然后是组长 她是组员 我离婚以后嘛 她追了我一个月 然后我考虑了一个月 然后就同意了 就咋那么快呢 因为之前 我们就比较熟嘛 我觉得人挺好的 你离婚多久 离婚半年多 然后你们俩就台上了 对 因为之前 我和我前夫 有七年的时间 是分居的 她什么打动你 让你跟她在一起 她人心比较细 而且特别难忍 因为在之前的婚姻里 所有的事情 都要我一个人去承担 我觉得特别难忍 她可以站在我前面 为我挡风雨 挡什么风 挡什么雨 就是比如说 我在单位 如果我是被人欺负了 她会站在我前面 然后就说 有事你跟我说 就这样 行 不是挺好吗 今天来这儿 解决什么问题 因为这小半年的时间吧 我发现她就是 有点小气 脾气有点大 哦 怎么小气 怎么脾气大 就是之前吧 我们在一起不长时间 然后她有一天 送了我一束玫瑰花 哦 我之前的婚姻礼 就十二年嘛 我从来没收过礼物 只是结婚的时候 我前夫送了我一枚钻戒嘛 然后她就是 送了我一束花 然后当时我没有要 我送个花还有错吗 那我很正常吗 为什么不要我 因为我当时觉得不适应 然后我就没有要 当时她特别地生气 然后就把那花货扔掉了 当时我的面扔掉 就说要是这些花 你不要怪我生气吗 我就觉得她脾气特别地大 确实有点大 之后呢 过了不长时间 她又送了我一个金镯子 当时我觉得我们都是工人 就是每个月工资 也就是五千左右 那个金镯子一万多 哦 你说花我都没要 那个金镯子我肯定不能要 更不能要 对 因为我们刚在一起不长时间 我不知道我们到底能走多远 能走多远 因为我喜欢你又才送你桌子 不喜欢你又可能送你桌子嘛 后来这桌子也摔了吗 桌子没有 要收成 我还有一个迷茫的地方 迷茫 是她提出要跟你结婚吗 还是不就跟你谈个恋爱吗 但是她送我礼物了呀 又送我花又送我镯子的 我送礼物不很正常吗 咱俩谈恋爱 男后女儿又送东西不很正常 为什么不要呢 但是那个时候 我们刚在一起嘛 我觉得礼物太贵重了 那你们现在在一起多久了 小半年吧 金镯子收了吗 没有 现在还在她那放着呢 还在那放着 你现在不确定 你跟她是什么关系是吧 对 但是因为现在 我们出现矛盾了 我觉得她就是脾气挺大的 然后也不包容我 也不理解我 然后还特别小气 什么事不包容你啊 什么事不理解你 我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是组长 她是员工嘛 我手底下管着二十多个人 我就跟她说了 我说你不要表现得特别明显 这样会传风言风语 我脸皮比较薄嘛 我就不想让人家说 说三道四的 然后她特别不听 她就上班的时候 会给我买些吃的 有时还会喂我什么的 然后我正上班呢 可能会给我揉揉肩 就这样时间不长 风言风语就出来了 说我是因为她离了婚嘛 但是其实不是的 我之前跟她就是 真的是什么关系都没有 咱俩住一家 有什么不能公开的 怕什么的 但是我就是接受不了嘛 之后我就辞职了 然后选择现在的电子厂 所以你觉得在这个问题上 她理解不了你是吧 对 我觉得她特别不理解我 她还脾气特别大 特别地冲 做事情呢 不顾及我的感受吧 比如说 因为之前我前夫 听说我有男朋友了 然后就给我打电话了 说你这是无共前接 还是之前你们就在一起了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然后我就在那跟她解释嘛 我说事不是这么回事 她就特别地生气 她就把电话抢过去了 然后跑到卧室嘛 就把门锁上了 就是不管我怎么敲 她也不听 也不开门 然后就在那 跟我前夫吵起来了 感觉为她说话 感觉她跟她前夫隔几 就是十十年了 现在已经离婚了 就快点联系什么 她跟她说些美容都来气 吵着为她好 她向她前夫跟我吵着 我都感觉特别生气 但是你得为我想 因为我已经离婚了 以后不想跟她 再有任何的牵扯 但她就给那话没完没了 然后还对人家 要什么补偿什么的 我就有点接受不了 要啥补偿啊 我感觉是她精神出雾 出来的 我感觉是跟十来年了 就是来戏嘛 就说要骚扰她干啥 戏就出头是吧 对对对 好好好 但是我过年的时候 我是要回家的 我们有共同的朋友 你说这件事情 就这样没完没了 我不想这样了 已经过去了就算了 嗯 明白 就她也不该管这事儿 对 然后我跟她说了 当然她不听了 好 我问你好 我像你吗 像您说话 但是你没有站在我的角度 去别我想问题啊 不 这事儿你管不着 她是你什么人 我对象呢 对啊 不就谈个恋爱吗 人家的生活要你管吗 嗯 现在我俩不在一起嘛 你俩在一起 你跟她没有什么关系 只是谈恋爱的呀 你结了婚也没这 全力管人那些破事儿 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相处了小半年 她最近呢就着急 说要和我结婚 哦 要小孩 呀 我都跟她说 我们还应该再相处一段时间 嗯 因为我经历过上一次婚姻的失败 嗯 我不可能就是很快地 进入下一段婚姻 是 您上段婚姻有孩子吗 没有 因为我们一直分局 这么着急结婚干吗呀 她说我喜欢小孩 啊 反正我俩都四十来岁了 我俩现在要小孩 不能要再晚点 不 要不了 那四十大是 对女人身体不不好吗 哦 我今天要一个 哎 你怎么一直没结婚呢 单着身呢 嗯 我以前住过几个地方 受 受过伤害就 没什么 受过什么伤害 方便说吗 嗯 嗯 不好 就是她女朋友跟别人跑了 啊 所以这个你觉得就一辈子了 我感觉是 她用啥子我们接触的时候 我感觉人家说挺好 挺正直 说怎么能 或者用啥子 像我是比较大老苏的 人家说没啥文化 我感觉是说 给人感觉挺踏实 要让人想找个回处感 好 明白 我们一般就人家要结婚之前 我们都得问问啊 就双方了不了解 你了解她吗 算是了解她了 她有什么缺点吗 缺点 不会做饭 不会洗衣服 结婚那么多天 不会做饭 不会洗衣服 是啊 为啥 因为我们家就是 我还有个弟弟嘛 然后我们家人特别宠着我 就是我父母特别宠着我 但是解了婚以后 我前夫 他从来不会往家里拿工资 大小开支都是我的 大小事情都是我的 我得需要挣钱嘛 天天都是不在家的 我就是在外面吃 结婚十二年 不会做饭 你会做吗 我会做 天天我做饭 他做是做呀 但他做他爱吃的 他不做我爱吃的 我问你 然后他还在那嘟嘟 说你这么大叔叔了 你连饭你也不会做 然后让我去买菜 买不好来说 你咋想的 你这菜买的也不行 认识我的时候我就这样 那难道因为我跟你出对象 我就改变我自己吗 你不能这样似的强迫我 行 了解了 所以今天来干嘛呀 我俩是用过去结婚 这次拿下吵架了 就是想解决解决 解决啥呀 对 然后他就说到结婚嘛 我认为说双方父母见个面 然后再说结婚的事情 必须得互相了解嘛 他特别幼稚 他跟我说 说你离婚了 我拿了护货本在身上 你不用见我父母 我回家我去求护货本去 然后咋俩就去登记 主持人你说他都多大人了 四十了 咱不是小孩子了 咱们做事考虑一下行吗 你不可能回家去偷 护货货本吧 我有什么可见不得人的嘛 我那些偷货货 我拿四岁来岁的自己 你做到我自己的主吗 还用他 你是能做得了你的主 但是我离异的 你未婚 我不知道在你父母眼里 在你亲戚眼里 他们是否能看得上我 和系关系真的很难 我看上了 我父母就能看上 你能做得了他们的主吗 我替你问问啊 要彩礼吗 姑娘 不要 要房子吗 不要 什么都不要 是吧 对 愿意裸婚 是吧 愿意 就是看上我们家 这傻小子什么了 就是还是之前那个话 因为之前没有人 为我遮风挡雨 但是他可以为我遮风挡雨 就是我在他那里 我感觉我像一个女人 那就赶紧嫁吧 什么事啊 你又不敢嫁呢 就是我觉得 现在我老师姐的矛盾 就是挺多 现在我老师姐的矛盾 就是说啥矛盾 他有的时候 跟那个同事 一行朋友联系了 让我心里挺 不得劲的 干嘛了 让人不得劲了 没干嘛 就是之前 在工厂有个小老店 我之前对他帮助挺大的 他要回老家了 然后他就跟我说 说姐 我拿你当我自己的姐姐 可能以后 咱们也不会再相遇了 然后说 我送你个礼物吧 就当做纪念 然后就送了一个 一米五高的一个大熊 就因为这件事情 他跟我吵了很久 吵得特别凶 你说我送他礼物不要 别人送他礼物不要 你说我能得劲吗 那是挺好的结枪 那肯定不一样呀 因为当时我们是 刚在一起 而且你送的东西 特别地贵重 如果有一天我们俩 不能在一起了 说这你说这个东西 我怎么办 我试试退给他 我还是给他折着密闭呢 你想怎么干都行 我不敢收这个东西 行行行 因为我不想坑他嘛 你先听明白了 确定要结婚啊 他那个皮大小心眼 在 在 在观察观察 对 特别着急是吧 再等个一年半载的 等得起步 那么 那不就没事了吗 但是我还得再观察观察他 所以这两个人心里 到底是怎么想的 怎么琢磨的 这一段情感背后 到底有着怎样的小危机 让我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 一起进入秋笔特文卷 姑娘 我认为你结婚最大的障碍 其实是你自己 你没发现就是 当一个人不那么爱你 不愿意为你真心付出的时候 反而你是坦然的 从容的 但当一个人 他真的去很重视你 他特别迫不及待地 想要靠近你的时候 你反而是忐忑地拒绝的 当你觉得一个爱 是以如此真实的方式 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 而你自己不认为 自己值得的时候 那这个爱浑身都是毛病 反而有距离的那种想象当中的 根本就对你不珍惜不爱的 你反而就是坦然 所以我觉得你 真正地要进入到 未来的婚姻生活当中 最大的障碍 其实是你自己不相信 你真的会被如此地珍惜和爱护 你不相信这一点 你总是试图证明 他这个里边是有问题 他有问题 或者未来有问题 所以我不太知道这是为什么 但是刚才你说的 从小你爸爸妈妈 特别地疼爱你 对吧 你有一个弟弟 但他们也很疼爱很疼爱你 所以我在猜想 是不是有一种可能 就是只要我不真的 成为一个独立的女人 我就可以不用跟父母 真正地在心灵上的这种分离 或者是你说的 对你特别特别地爱 是你自己的一个 夸大的想象 如果是真实的存在 我想问 如果我的爸爸妈妈 那么地爱我 我是无法去承受 一个身边七年 对我如此不尊重的一段婚姻 因为我就是应该被重视 被爱被珍惜的 所以有很多的东西 是在你内心当中 并没有自己去认识到的 跟这个男孩子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一个傻小子 自己终于从自己的 受挫的情感当中 爬出来了 愿意去尝试 这小伙子 这个我觉得挺正常的 但是你自己 我值不值得被爱 好好地对待 这反而是一个 特别大的一个问题 这个男孩子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不要用一个女人 来去衡量所有的女人 你上一段情感当中 到底为什么会出现 那样的一个不幸的结果 可能因为年轻 可能因为各种的原因 那它绝不意味着 未来其他的女人 也会用这样的方式 去对待你 应该让自己 更豁达一些 好吧 谢谢 我也觉得这个大哥 稍微有一点幼稚 他刚刚有说一个 他自己输出的 一个关键词 叫做为他好 我跟你说 你现在所有的 你这种不合情理 和不控制情绪的 做事方式 你所谓的为他好 只是为你自己的心情好 所以不要再打 就为他好的旗号 然后做一些 伤害自己 也伤害他的事情 第二点就是 我揪着你一个观点 一个女人 不管她多大年纪 她不会做饭 不会洗衣服 都不是这段 感情里面的硬伤 如果你觉得 像洗衣服做饭 这么琐碎的事情 都成为硬伤的话 那我觉得 你可能 还是一个巨婴 因为只有 需要妈妈照顾 被洗衣服做饭 才会在意这个点 好 接下来说女生 这位姐姐 其实你现在这个阶段 你是不适合 马上进入 下一段责任关系的 而且其实你嘴巴上说 我想跟她在一起 我想跟她结婚 但其实你所有的 你的做法 都是在 等一等 再看一看 我先往后退一退 其实你可以直接告诉她 我现在想要怎么样 我希望的这段感情 是什么样子的 我要一个什么样的节奏 你不要给她画饼 她付出的越多 我告诉你 你越来越还不起 而且你内心的状态 现在是一个 非常的脆弱的状态 你其实可以 好好想一想 或者给自己一些时间 和空间 来修复一下你自己 男生不要着急 你要给她一个 自我修复的时间和阶段 我也不建议你们俩 现在马上结婚 然后马上要孩子 因为你马上就会发现 她在过往的婚姻当中 有很多的阴影 会到了你们这段 新的婚姻里面来 甚至是她不自控的 说完了 我觉得女生 在过往的人生当中 其实你没有 真正地过过日子 你既没有和你的家庭 在一起 就是你的心 其实是飘荡的 孤独的 你也没有和自己 好好的相处 你也没有和你的前夫 认真相处过 今天你别看这个男生 他可能四十岁了 也没有结过婚 但他还真的是在过日子 我该做饭做饭 我该洗衣 该工作 他在自己跟自己 认真地过日子 所以我觉得 你俩现在状态 是不太匹配的 女生我觉得 你跟这个男孩在一起 大部分还是在疗愈 还是从上一段感情当中 那个创伤当中 没有走出来 所以你看 你们离婚了 你的前夫还能有机会 打电话过来骂你 甚至你还说 我不想跟他吵分 因为我们是一个地方来的 我怕回到老家 别人议论 所以你什么时候 真正跟你自己和解过 我觉得你四十年 过往都没有去 认真的思考过 所以不光是他 就是你遇到任何一个 喜欢你的男生 可能你都处理不好 这段亲密关系 因为你还没有处理好 和自己的关系 简单说到 我觉得你不够爱自己了 你没有好好地爱过自己 男生我觉得 你遇到这个女生 可能也是因为 从过往的感情中 觉得这个女生很踏实 这真是你需要的吗 别那么着急结婚 觉得这是一个靠谱的女人 娶了她 她肯定不会跑 这就是我需要的伴侣了 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我希望你们 再多相处一段时间 女生学会爱自己 男生学会观察情感 才有可能真正走到一起 再处处吧 好不好 我觉得女生挺爱自己的 我认为你做的是对的 问题出在男生这边 你太着急了 你知道他为什么 拒绝你那束鲜花呢 因为彼时他刚刚离婚 不想造成误会 也反对你在工作场合 跟他表现出一些 亲热的举动 就是为了不想造成 风言风语 让前夫哥有所误解 可是你没有理解他呀 你着急 结果果然造成了 前夫哥的误解 然后你还不能理解他 把事态扩大 要跟前夫哥干一仗 还跟人要赔偿 便宜什么呀 你跑去跟前夫哥要赔偿啊 你这时候跳出来是不合适的 你做事情是没有分寸感的 所以他会觉得你幼稚 反而更需要时间 对你多加观察 而你呢 花都没收 送镯子来了 那金镯子人家敢收吗 不敢收不是说不爱你 而是你太急 人家怕了 不要太急 才几个月的时间 你确信你就足够了解他吗 他已经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了 所以他有这些谨慎 我认为是完全合理的 我认为你做的没有错 而且你呢 还有一个毛病 你表达爱的方式 是唠叨 是批评他 挑他的毛病 你这样 我想换任一个女人 也感受不到你只是在爱他 可能只会理解为你在嫌弃他 是不是啊 所以呢 我给你们两位的建议是 也别着急结婚 也别着急分手 再处处看吧 让时间给出答案 谢谢张律师 来 我们请广电帮帮团的老师们发言 作为广电帮帮团呢 我想帮男生跟女生说一些话 姐妹 我觉得七年的婚姻 已经成为你身上重重的壳了 她束缚着你 同时也在伤害着她 因为你七年的婚姻 所以你接受裸婚 因为七年的婚姻 所以你不敢接受她送你的金镯子 姐妹 真的七年的婚姻 抛掉她 抹掉她 从零到一开始 过你们两个的生活 经营你们两个的相处模式 抓住你身边的美好 其实呢 我更愿意帮助一下这个男士啊 我其实真的认为 女士做的没有问题 你想啊 在法律上讲究权力义务的对应性 结婚当然是你的权利了 但是结婚后对应的是有义务的 比如说结了婚以后 你的爱人跟你又共同 善养父母的义务 所以人家在结婚前 要求见见你父母 我觉得这个无可厚非 反而是你这边 一边提出来说 我着急结婚 着急生孩子 一边幼稚地说 我爸户口把拿出来 咱俩去领证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 四十岁男士的说法 如果你想要真正地 获得这段爱情 获得他的认可 我觉得你真的是盗足切尝 认真努力吧 老师问你我帮你解答 家里穷不好意思带你去 去了怕你跑了 四十多岁没结婚 条件不好 就怕你跑了 这就是他的心理 我说的对吧 对对对 他没有那要求 他就是要一个结婚的伴儿嘛 所以想清楚 我要嫁给他就贪 想不清楚就快跑 接下来一起进入 会生活选广店 真情六十秒 我以后对你好点 不用你洗衣服做饭刷碗了 我千万来 咱俩结婚吧 我也会选着去做家务 不会让你一个人独自承担 我愿意嫁给你 行 谢谢两位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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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润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 是02 2360 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用 小心被骗 我在反思 这个来之前还犹豫这么快 不太了解 要不要嫁 我们说啥了 他就决定立刻嫁了 他就是要给自己找一个 嫁的一个气口 气机 一个动力 推动他一把 行 那嫁吧 双出 来吧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接下来一起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吧 请见证 求个婚啊 笨蛋 账给我吗 好 谢谢两位啊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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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他们幸福吧 都是不容易的人 如果抱在一起 可以取暖 就尝一下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 天津公司 独家冠名播出 看电视 《小五季》 选中国广电 再一次的感谢 中国广电 天津公司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